这个能说吗 万表流行力 天出接地气 大家新年好 春节过后 虽然还没有全部上班 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 我们主要忙的是开始衔接下一届 钟表与曲记这么标展的这些日程了 你别说这个日程真是麻烦 每年到这个时候 好多工作都放下 都要衔接这过程 年度大事 对 相当于是钟表候鸟的 一年中最重要的一次迁徙 所以值得这么忙 我们也马上去了 表展我们不一定是最全的 但是我们肯定是最深入的 说到表展就是绕不过品牌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 一是说表展 再一个我们要说一些品牌 看看这些品牌里 有没有你所关注的 还有一个有趣的点 这个我估计别人没说过 就是表展的建群与退群 比如说最近几年 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显著的事件 就是在巴斯尔表展退群事件 最开始退群的比较显著的 应该是斯沃奇集团的退群 对斯沃奇集团的退群 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 就好像是导火索一样 斯沃奇本身是巴斯尔表展的最核心的参战集团 也占据巴斯尔表展最重要的展区的位置 所谓的皇帝位 对就是去过巴斯尔表展的望连展馆里面 一看放眼望去就能感受到斯沃奇集团 这么样的一个在行业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占比 对 但是斯沃奇集团也有一些他自己的抱怨 自从有媒体赞助的这一天开始 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媒体拿到了赞助 去到了巴斯尔表展以后 肯定也会瞬间对表展一进门 左手边右手边两个非常显眼的品牌 进行第一时间的报道 所以这个抱怨就一直存在 反正这18年19年的时候 斯沃奇集团痛下决心 说我不参加巴斯尔表展 是全集团不参加 不是一两个品牌不参加 然后一下给巴斯尔表展的展馆里 空出了惊人的展位的面积 但是巴斯尔表展组委会 又觉得斯沃奇集团 可能只是通过这种方式给自己施压 所以这个位置又要为斯沃奇集团进行保留 所以2019年的巴斯尔表展 就出现了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有惊人面积的媒体服务中心 餐厅甚至于在原来欧米加的巨大的展位的位置 做了一个吞泉 康老师这些故事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品牌 欧米加 之前也出现了几个品牌 什么巴斯尔左边右边的 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先说巴斯尔表展 巴斯尔表展应该说是目前已知的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表展 也历史最长的 对可能我觉得百十年历史不远 刚刚过一百周年没有两三年就出现了问题 这里边还有一个有趣的事 巴斯尔表展虽然是业界最大的表展 但是它最早并不是表展 据我所知应该是一个模具展 样品展 样品展 所以你看一个表展就像一个物种一样 它就是适应生态环境而生长 环境接受它 它就能生长 环境要它是什么样 它就变成什么样 研究钟表发展史的资深的朋友 应该知道一个词叫MUBA 就是能说到巴斯尔的前身 MUBA MUBA的 就是对整个钟表行业的发展的脉络 理得很清的朋友 对 所以这MUBA就是模具展的意思 然后再说说康老师刚才暗示了那两个品牌 我们已经进入巴斯尔表展的主展馆 然后我们说皇帝位是斯波奇集团品牌 康老师已经说出来了 一进门的左手边右手边 当然都是很显著 其实最显著的位置是谁 康老师可以得意洋洋的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就是百大菲利和劳烈士 对 当然他们周边这个位置也是不错的 有很多品牌争着要这些位置 这就是巴斯尔表展 巴斯尔表展除了这种品牌的展以外 还有一些应该说是相当于业界展 比如说在其他展馆 还有一些供应链展 这个供应链展 大家也看到了现在好像是消失了 而且巴斯尔是钟表珠宝一起展 对还有珠宝 然后巴斯尔表展盛大到什么程度 我们知道有些国产品牌 在巴斯尔表展期间 曾经是非常辉煌的亮相 当然是在二楼 可以你想象一下 顶级的瑞士品牌 珠宝品牌 甚至一些国产表的品牌 还有业绩的各种供应链都在那里展览 当然供应链这个展览我觉得是进化到了产业链附近了 比如说香港表展或者是深圳表展 这个地方可能有些朋友特别想看巴斯尔表展 想去看业界供应链展 这个可以关注一下香港表展和深圳表展 我印象里的数据 巴斯尔表展最辉煌的时候 参展商得有1500家左右 当然这样的辉煌坚持了年头不是特别的多 就出现了刚才提到的斯沃奇退群的这么一个现象 斯沃奇退群它是原计划是在苏黎市 就是另外一个地方再搞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名特别有意思 叫Time to move 知道什么意思吧 这就是目前已知的最显著的一次退群事件 后来还有一些零星品牌在之后也出现了退群 比如说我记得本能林 比如说像之伯因为它的母公司母集团的变更 所有人的变更 所以它经常是两个展 有些年份参加这边 有些年份参加那边 基本上要在表展开幕前才能确定说 新年之伯参加哪个表展 也有像亨利木10是两边都参加的 这个有意思 亨利木10 这就是巴斯尔表展 以及近期出现的比较显著的退群事件 但是我跟你说 其实真正的退群是一个常态事件 就拿巴斯尔表展来说 在历史上还发生过一次很重要的退群事件 而且这个事件跟我们还息息相关 康老师给介绍一下 巴斯尔的这次历史性的退群退的时候 实际上我跟刘老师都还没有从事这个行业 据说卡地亚实在难以忍受拥挤的巴斯尔表展 嘈杂的展出环境 而且据说卡地亚的展位距离二楼的卫生间还很近 卡地亚这样一个皇帝的珠宝商 珠宝商的皇帝高端的品牌 拥挤在巴斯尔实在受不了了 当时就拉了五六个品牌 说走咱们换个地儿展去吧 于是在1991年的时候 卡地亚带的像江士丹顿 等这五六个牌子 立丰为主吧 对然后来到了丰逛淫泥的日内瓦创办了日内瓦表展 当然这里面日内瓦表展是一个官方的约定俗成的中文名 但是人家标准的名字就是那个著名的 埃塞HH 拿法语念 Starlone Inher National Anthropology 就是强调的它是一个沙龙 让大家在一个非常舒缓放松的环境中 去看这些高端的唯美的表 于是形成了日内瓦与巴塞尔唱对台戏的局面 这个实际上才是对于今天仍影响深远的 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推曲 对所以就形成了一个世界的两极化 一边是百代菲利劳力士和等等一众品牌 所占据的巴塞尔标准 另边就是康朗人介绍的 以利丰集团的主要品牌和跟他很亲近的 比如说艾比等品牌 包括黑山蜜 都在日内瓦搞起来一个Salon 日内瓦叫Salon 巴塞尔叫Fair 这个从字面上能听出它的意思 这个是历史上一个很著名 很重要的一个推群事件 除了推群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物种 一个物种来到这个世界里 它能不能存货下来 它能不能发展 实际上不是它自己说了算 是环境说了算 市场说了算 说白了就是市场吧 但是在SIH 曾经是相比之下是非常辉煌的 康老师也介绍过了 但是它也有关闭的时候 SIHH热马标展 其实也出现过少量的退群事件 但是这个退群事件 是不是SIH寿终正寝的原因 这就不好说了 就是说到物种的话 我们曾经说两大标展的时候 与此同时 其实一个新的物种 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 康儿给介绍一下 这个新的物种就是钟标与奇迹 实际上就今天 就是我们马上要去的这个 今天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标展 钟标与奇迹 对 因为刚才讲了 91年 日内瓦标展诞生的时候 它强调自己是一个高级钟标沙龙 那么这种沙龙这种形式闭门半展 进入氛围内 进入这个区域内 白吃白喝 这件事情还是让世界人民所向往的 但是一般消费者或者是日内瓦以外的人 想体会这种感觉还蛮难的 于是立峰集团说 既然我们创建了沙龙这么好的一种展览的模式 为什么不让这种模式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呢 效仿日内瓦的这种模式 于是呢 在日内瓦标展 就是SIHH的这个框架下 搞了一个海外巡展的项目 这个项目就叫钟标与奇迹 对 等一下 你知道吗 这个最早期的钟标与奇迹 在哪第一次举办的 康老师给介绍一下 如果深究钟标与奇迹的历史 人类历史上第一届 Watch Wonder 第一届钟标与奇迹 是在北京举办的 2004年的9月份 举办的地点也非常的牛 非常的有特点 举办的地点是在紫禁城太庙 真的是做到了高级钟标 与历史文化 与古典建筑 与皇家风采的这种 相结合 这个钟标与奇迹如鼠家震 就说明什么呀 说明康老师是这个展览的见证者之一啊 康老师介绍一下您当时的那个状况 当时我因为2004年20年前是我第一次参加日内瓦表展 SIHH 所以听说立峰集团要把日内瓦的这种模式完全搬到北京来 我是非常非常兴奋的 而且特别想看一看这个沙龙搬到北京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而且呢因为太庙毕竟是文物建筑 它能够提供展览的场地 但是比如说展览的餐食啊发布会啊酒会啊这些附属的活动都在哪里举办呢 刘老师是在哪里举办都在离太庙不远的东方军乐酒店举办 记得太庙表展的第一天晚上的after party 那红酒喝的我都快忘了我那天晚上是怎么回的家 但是那时候你已经是钟表杂志时尚时间的编辑了 钟表与奇迹再次举办就一下时间又来到了2013年 而且呢是一连举办了三进是在中国香港香港会展中心 举办的一连三届的钟表玉奇迹 香港版的钟表玉奇迹的搭建和规模 与日内瓦的氛围就更加的接近了 刘老师应该也有所感触 有所感触 而且除了这个感受这些收华的氛围以外 还感染了一个很极其敏感的世界 差点因为这个乌鲁航班呀 除了香港以外呢好像就是在世界其他地方 比如说在迈阿密也举办过钟表玉奇迹 所以钟表玉奇迹自己的脉络 比如说在北京创办 经过香港的三届 然后再经过迈阿密的几届 但是呢这时候马上影响全世界的疫情就要到来了 疫情对于日内瓦就是SIHH变成 Watch Wonder的影响是有限的 是在疫情之前突然有一天 利丰集团发布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说2020年的日内瓦表展就不叫SIHH了 要叫Watch is Wonder了 但是更离谱的事情发生在后面 就是疫情期间 因为疫情期间的时候 日内瓦表展和巴塞尔表展同时受到了冲击 2020年是都不具备举办条件的 那么日内瓦表展虽然说我们改名字了 但是因为今年这个特殊的情况 我们就取消了 巴塞尔表展说的不是取消 巴塞尔表展说的是延期 因为巴塞尔表展组委会认为 这个全球疫情是不是就像当年SARS似的 非典那样有个半年就过去了 一月份我们办不了 七月份我们还办不了 所以当时2020年的时候 巴塞尔表展对参展品牌说 你们搭建的展厅都可以原封不动的放在那里 过个半年全球疫情情势好转了 咱们继续办这个展览 办巴塞尔表展 所以说咱们说表展是个物种 巴塞尔表展是一个很老的物种 他这么说也有道理 说不定哪天风水又转回来了 是吧巴塞尔那么一个适合办展的那么一个地方 说不定还会回来 但是康朗尔介绍这个话语率 你看这个钟表与曲记 是目前已知的是充满活力的一个物种 对不对 他从这个日马表展衍生出来 然后在世界各地办过巡展 甚至在世界上最艰难的疫情期间 还在我们中国的上海搞过这个 对上海还搞了几届 对所以就说我们钟表与曲记 是适应当下环境的一个 很有活力的一个物种 既然说的巴塞尔表展是这么一个 有悠久历史的展览品牌 等于说是历史有悠久的一个物种吧 关于巴塞尔表展这个代表性的品牌 当年的代表性的品牌 康老师给介绍一下 最显眼的品牌就是百达斐利和劳力士 甚至被表迷朋友尼称为两个大阿哥 他们在表展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也是具有决断性的 所以2020年因为全球的疫情 巴塞尔表展说延期以后 那个以皇冠为logo的品牌 最先表达出了不悦 因为皇冠品牌的观点和态度是这样的 你如果拖到下半年来做这个展 我们应该是展21年的新品呢 还是展20年的新品呢 不是把我们全年的整个市场的战略部署 都给打乱了吗 这个理由确实也是没话说 然后再加上巴塞尔组委会的回馈的 比如说缓慢啊 对这个事情态度的暧昧啊 最终导致皇冠品牌和卡拉卓华十字品牌 走到了一起相约说干脆咱别参加这个巴塞尔表展了 咱们回老家我们老家就是日内瓦 为什么不在日内瓦参展呢 既然日内瓦有钟表与奇迹 咱们就参加钟表与奇迹 好吧 结果呢 这两个品牌商量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 还得到了另外好几个参加巴塞尔标展品牌的复合 除了斯沃奇集团 因为当时斯沃奇集团已经不参加巴塞尔标展了 然后一派集合 大概有五个核心品牌 像巴塞尔标展组委会提出了 说你延期我们也不参加你这个展 我们要去参加日内瓦标展了 彻底退群了 彻底退群了 然后百年的巴塞尔标展失去了根基 其实就是轰然倒塌 虽然在疫情三年的过程中 有好几次听到了比如说不同的财团 不同的商业巨子要接盘巴塞尔标展 要重振巴塞尔标展 但是最终最新一次得到的消息是巴塞尔标展的组织公司 就是MCH最终说他们未来发展的方向战略的目标 是在艺术展方面 与钟表这边彻底断绝了合作关系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标展品牌大前移的重大事件 巴塞尔的王牌品牌跟日内瓦的王牌品牌 胜利会是在一个展观同场 然后这个胜利会是去了日内瓦的朋友就会发现 日内瓦方面对于巴塞尔过来的品牌的重视程度 它搭建的氛围完全是按巴塞尔的风格去搭建的 甚至于你走到那个空间里 以为自己学会了异形幻影 怎么一下就跑到几百公里的巴塞尔那边去了 但是实际上只是因为在日内瓦展馆内搭建了 和原来巴塞尔一样的展览的这种氛围而已 说白了其实就那两个品牌 一个百代斐的一个劳力士 至于说像香奈儿这样的品牌 是不是原样了我没有印象了 还有肖邦是吧 对然后我觉得日内瓦太喜欢这两个品牌来了 所以给的条件也是相当的优厚 但如此优厚是不是有点过了 以至于日内瓦这边 比如说利丰集团的王牌品牌 比如说皇帝的朱宝山 是不是有意见的 所以今年的中标与奇迹 还会发生一些变化 但是今年的中标与奇迹更加的扩拢 从48个牌子扩展到了55个品牌 越来越像当年的巴塞尔了 但是谁说的今年的中标与奇迹 日内瓦表展上卡迪亚会有一个很重大的动作来的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反正也快出发了 对今年4月我们就要去日内瓦参加 中标与奇迹日内瓦表展 我和康老师还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点评的 关注一下 谢谢康老师 谢谢 谢谢你 下期见